枝叶繁茂的老榕树旁 精密庄严的景致是左营地区 丧火鼎盛的新庄天后宫 祖续神明为天后妈祖 源自台南山上天后宫 长期保佑地方发展平安顺遂 如果一般老爷我们这里有 十二公子的祖母历 如果老爷来没所在好 好长生 如果有妈祖只找一个来买这 这都是 都都是参照妈祖的 心理现象 他们的灵感 他们的心痛 穿在这堆堆 真适合 荣誉主委委委到来天后宫 建庙历史 受到妈祖慈悲感召 新中理新任里长黄玉智 也经常来上妈祖祈求 学下照顾新中理建设的 多多心愿 选上之后呢 我也很积极的来争取这块 就是整个老路的重整 然后就重铺路 然后她说铺路完之后 我第一个先来跟妈祖婆说 就是默默的跟她说 就是谢谢妈祖婆这样子 然后我答应的事情 就是替你完成了 然后也很开心 然后也希望她保佑我们 里内大家都平安 左营仙庄地区 除了有知名的妈祖庙天后宫 接着来到复国路上 建筑宏伟的青云宫 祖续神明为宝生大地 在地拥有超过三百年历史 居民从陶子园迁徙而来 可以说是地方最资深的 进阳中心 连刷 砍锅 蚊蚊蚊蚊蚊 蚊蚊蚊 三次 它都 都是一样 山村都是在 被我们牵起来 然后呢 每一次都是板材有归 所以他们觉得说 这个神明 有在保佑我们 所以在那边呢 就设一个 那个草寮屋 在那边供奉 那个是在 那个还没有 牵到新庄来的这个时候 那附近 像我们里面的美食 刚刚有介绍到 就是 我们的妈柜 就是那个旺妈妈的 那也在我们的庙的下方这边 那也都欢迎大家 就是平常来吃个早餐 那顺便我们走上来 那跟我们 就是来我们拜拜一下这样子 在天后宫 妈祖与清云宫 保身大地必有萨 左营新庄地区发展繁有 庙宇也经常帮助弱势 渡过难关 而两座庙宇都位在 车水马龙市集聚集之处 有许多传统点心 让人津津乐道 欢迎来趟左翼庙宇之旅 丰富心灵 也祭武藏庙 记者李香龙罗绍军 高雄报道